今天邀請黎師傅回來,想和我們一起談談香港的交通客點 新手駕駛者對香港的交通客點都拿手不成勢 所以今集就和大家談談這方面的知識 我們第一個要談的交通客點就是大圍迴旋處 大圍迴旋處是一個三線迴旋處 對於新手來說,有些人不太知道自己想去哪裏 走去哪裏都不太知道,就很麻煩了 現在開始有新式的螺旋處 螺旋處是一種設計上比較生命 我本人來說,螺旋處對於一些不夠經驗的人 反而更容易出道 因為不用在迴旋處的圈內切線 因為它有引線 如果用開大圈L,就要小心一點 你很容易出事,很容易撞車輸的機會很高 因為永遠在大圈走,其實螺旋處是偏向走細圈內圈的 譬如我們有三線,當直去撕碎 解釋一下,這應該是舊式的迴旋處 如果我們看到左邊的藍色路牌 它就不會有引線引你走 你看看,左邊的線已經有一條實線 其實那條實線,現在巴士是不用停的 它是沒有讓位的,可以直接走的 在進入迴旋處之前,這兩條線地上有讓線 而左邊是直接引了路去車公廟那邊 兩線出三線,其實我可以用左線或中線都可以 不過這個情況,我們去撕碎的話,我們會先用左線 看到沒有了,夠貨車輸到沒有了 我們出了,出完這裏離開,直走 這裏開始我們要靠左邊打燈,離開了 小心旁邊的的士,他們很多時候走錯 因為這個位置應該要走到右手邊 現在我就逼了後面的Benz走到右邊 其實它本來想走中線的 它待會還是會走中線的,正常地 是的,其實也會猜到軌跡 如果我們的目標地是去車公廟 我們會建議中線或者右線 如果我們的目標地是上尖山的 那待會我們就會拿左線 因為第一個出口走 你說我這條線可不可以去尖山 到達,不過很容易出現在第一個位置就撞車了 因為有機會這條線,我們有機會在左線 都可以直去大圍,進入美林村 所以其實你就要很留意 如果第一個位置,我拿錯線不要緊 你要去尖山的話,你就要打醒十二分精神 去第一個出口的時候,你要看著旁邊的車 其實一般來說,這條三線迴旋柱 你會看到很多實線在這裏 在迴旋柱中間有實線的出現 因為你自己一會可以留意一下 這裏我覺得很恐怖的原因 就是當上次收工6時多時回來 車流很大 很大的車流時,其實真的挺恐怖的 有甚麼建議呢 眼明手快,以及預測它 例如你現在要預測,巴士一定是來的 黑色私家車 我預測這輛,Alpha是來的 如果沒有,我就準備給領友出 最好隔壁是單檔 我來到這個位置 假若我們要去尾林 這裏是一條實線的 不能切得住 打定左燈,這裏是否沒了 在這裏切 看一看左,你一定要看左 若你不看的話 因為你剛在明城出來的話 有機會直去 那裏交接位有機會撞車 這位置經常撞 這位置經常撞 所以為何畫了一條實線在這裏 我們來到荃灣 之後就會去另一個交通客戶 就是德士古道迴旋處 首先想問問 德士古道迴旋處的難度在哪裏 德士古道迴旋處又是三線迴旋處 這難度更加厲害 因為整個地區 德士古道迴旋處都是很多貨車用 大車、貨櫃車用 通常讓車指數很低 你走得慢一點都出不了 出迴旋處要看到沒有車 其實那裏沒有車的機會率很低 很多時候都有車 所以相對來說 又是大盒小 你會被人欺負到你暈 尤其是你走得慢一點 或者你車小一點也好 那些人都欺負到你嘔 要有少少打茅波 它不止四個出口 不止四個方向 這裏還有五個方向 所以相對來說 那裏真是很精彩的 又是你要想定你去哪裏 因為這裏都是我們有個考場 比如考中車、巴士、重型車 都會經過這個區域 那個方向經過 所以為何考試來說 荃灣絕對不是一件 考雙用車 不是一件容易的地方 為何這麼多人肥佬呢 其實迴旋處都玩死很多人 尤其是本身 他只有1A牌那些 他又要考考雙用車 又要棍波 他準備找摩擦點之後 然後準備給少少有起步 然後機會已經走了 可能又有車來了 所以有時候你越出得 內出不了 其實後面的Jetport越多 即累積的人數越多 累積的人數越多 相對來說 越多人給你鼓勵 不斷幫你打氣 歡呼 學彩 叫你加油啊 你要快點啊 那你就會聽到這些歡呼聲 你就會更加緊張 然後腳就震一震 然後打個冷震 又重新再來過了 說回迴旋處 這裡有很多方向 你自己留意 因為左線已經離開了 回方方向 我們進入後 這裡會再分拆 看到嗎 分拆左和中線 如果我們不去逼左線 你看看右邊 為什麼難出呢 因為這個圈很深 所以我看不太多有沒有車來 好像有機會 很像 那天沒路了 這車很快 又是白色車 所以相對來說 我又被輛車阻塗了 除非我剛好 我看不太多 小心 都還能出門 可以先出門 這裡真是打仗 出門都糟了 如果我們走外線L 我們逼人走左線 這個位置 有機會中線會去清衣 所以這個位置 我們一定要看著 我們的右手邊 右手邊 再看著 這個位置又變成外線L 我有權利 或者實線 不然人們會衝上屯門公路 我們終於來到出口 我們成功走一次外線L 因為我在幾個出口都沒有繼續離開 所以相對來說 我們剛剛沿著外線走了很多圈 真正來說不應該這樣做 不過有時候我們會被迫到那裡 尤其是去到德士古道回船處 是在塞車的 有時候你去到選錯位置 怎麼辦呢 你可以繼續走 不過你要不斷觀察你的右手邊 但我的問題是師傅 如果我們不是在外線L才算 而是在內線 如果我們回到不同的出口位 我們的難度會高 因為我每次都要看左鏡 是啊 因為你要逢你離開回船處之前 一定要看你的左手邊的車 好像會不會有外線L 如果不去看左邊的話 你就會有機會去撞車 所以你要在回船處裡 你要知道自己想去哪裏 最重要是留意隔壁的動態 它的反應是怎樣 記住 即是等同於你去混合一條女 女受不受混合 你會感覺到 不要強行 不要強行 真的認真 不可以 不行就怎樣 先讓它離開 我們離開 第二個機會 對 今次我們試試一下 待會進回船前用右線 最右線 當我們從天橋下來 靠左線 然後被迫在右邊線 不能回到中線 待會我們先切到右線 當我們切到右線前 當自己被迫在右線 像現在的巴士一樣 這巴士不知道會否去中線 正常會去中線 這巴士要用右線來推出 現在跟著的士 我們用最右線去推出 這巴士也在騎線 這巴士為何騎著兩條線 怎麼搞的 你真是嘮嘮豬 壓住兩條線 其實應該是中線 好 我們看看右邊 右邊是田裸車 有一個白色車 很快 加緊速 嘩 好慢 真是一隻馬 M-Power 因為我們在右線 我們一出要去到第三條線 剛剛的黑色車不是叫我們 我們現在第三條線 最右邊 最內圈 第一個出口不出不要緊 我們還沒有 我們先保持最右線 有些是危險的 第一個出口 第二個出口第三個出口 這條線 實線不可以切過去 我們留意後面 左手邊的電單車 先走一走 好 這個位置 要等電單車走 我們先拿中線 因為我們不可以直接 由最右線 一出出去 我這裏 我就會在這裏 今次 就不拿左 就變得拿右 我們要看著 我們不停觀察左邊 因為左邊有機會有車 反而你剛剛的位置 就可以放棄右手邊 不用看右手邊 就是看左手邊 因為左手邊 最容易有機會撞車 因為外線有機會再走 好像我們之前 外線L那樣走 有機會在那裏 會不會撞 所以我們出回船處 一定要打左燈 和看左邊 有沒有車看左邊 好像剛剛在回船中間 我都說了 留意旁邊的電單車 因為電單車 是阻礙中線 所以我們一定要先下手 你快過他 你快不過他 就要先讓他走 繞他的底部 拿回他的中線 再離開 如果我們剛剛再不切中線 我們在最右線 其實不能連續切兩條線離開 所以三線回船處這麼煩 就是因為你本身都不清晰自己 你根本上不知道自己要去哪裏 簡單來說 也很危險 為什麼會出現撞車 就是在那些位置 可能不能切 你硬來切 其實不切就不要緊 或者你沒有發現原來是實線 就沒有所謂 你就在內圈再繞一圈 再繞一圈 你再繞一圈 你知道了你在哪裏離開 你住在出口前 你可能已經靠定中線 來再準備走 簡單一點 你在回船處 一定要留意著 你兩旁的車的狀態 正常駕駛得多一點 你就會容易處理 那會不會是 譬如我新牌子 去哪裏迴旋處練習 會比較好 找一些一線迴旋處 很小的 你練習了迴旋處 因為迴旋處也要拿左 右 你也要訓練你的肌肉 究竟你取得那條線道 是否正確 然後找兩線迴旋處 即是有兩個圈 然後再高級一點 就挑戰三線迴旋處 三線迴旋處 其實是高級版 但德士古道的迴旋處 是否已經全香港所屬意 是的 繁忙 最繁忙的迴旋處 就是那些最難的 德士古道迴旋處最難 你剛剛大圍旋處也難 開圓旋處也難 開圓旋處也經常塞車 你選擇廣工時間去吧 其實包裹你很精彩 去完兩個迴旋處 就來到最重要的一個 格魯克點 即是奧道 早前才炒過胡錦 因為對電單車手炒到那部 林浩堅尼上 這個彎位 大家駕駛也好 不駕駛也好 都要知道 很厲害 首先石浩堂 這個叫單線雙程 你只有一條線 等同你去澳門一樣 一炒就入獄了 沒有得翻身 所以石浩堂 為何很多自成為車手的人 都會挑戰這個地方 上次的鋁電單車手 其實是一個彎中彎 他入了彎後 還要一個深一點的彎 所以形成到很容易的位置 很容易會去對面馬路 很多時候都是 如果我們少駕駛來這邊 其實很容易會出事 上次的個案 我看片段 我覺得他應該是很高速 過了私家車 然後入彎前收得不夠慢 所以去了對面線 在石浩堂裡面來說 你要駕駛得純熟的 你要重複 重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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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重複 不斷走這條路 你才會有一點點速度 如果不是的話 你就真是很容易會有意外 還有會阻塞著這條路 一撞到就 封了 即是馬上封了這條路 這裏是否一些 身手不適合的地方 其實絕對是身手不適合的地方 始終這裏 沒有什麼緩衝區 讓你去走盞 你一個彎做得不好 或者你沒有 為意到那個彎 的話 其實你就很容易會出事 除了石浩堂之外 還有沒有一些類似的 但是這個設計的地方 都蠻嚇人的 很之前你們看過 Summer拍的那段片 你由深水灣開始過來 深淺赤柱大潭 接著過來這裏 連著這些路 都是屬於這類型的路段 如果是香港區的話 如果是九龍區的話 譬如西貢 進去大網仔 接著西沙 方向回馬安山 都是類似這樣的路段 不過西貢沒有那麼急 這裏真是急 因為它依著條山而走 其實那些彎很急 很深 你一個不熟的話 要不你走得很慢 後面的車就會不斷推你 又是給鼓勵你 給鼓勵 給掌聲 所以你會很大壓力 所以我絕對不建議一些 未是很純熟的人去走這些路段 其實路面前面有個牌給你 告訴你是連左彎路 還有對面已經有急彎的標誌 因為這個彎還在彎 通常在這裏便會飛到對面的路 因為它線性進入了小微左彎 接著去到差不多彎心 還要再扭多一下 所以如果新手來說 如果車速快的話 你進到第一個彎 其實進不了第二個彎 因為這段是衝落 還要幫助你加速 我們都說了幾個交通黑點 今天感謝黎師傅和我們分享 交通黑點內 要留意甚麼地方 怎樣駕駛才是安全 其他問題關於這幾個交通黑點 甚至想我們再試試其他交通黑點 都不妨在留言區和我們一起討論一下 我們再次感謝黎師傅 今天和我們做嘉賓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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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支影片zel